歡迎回來世信新聞的現場 近來天氣炎熱 過島後都會落入順暢 一前會補兩點 加起起一位男主 將車停在大手比較休息 沒想到風頭 吹倒大手 帶拍起車 男主受睡車來對外博求 民眾聽到後 適合報案 少許求讓你們 告知幫助悼睡 男主不大 但是看到車被帶到這樣 有完事很害怕 剛開始一名五十一歲的男主 將車停放在西洋大橋 轉到旁邊的大手比較休息 想不到當時吹起恐風 將大手沿倒 瞬間整張大手 帶上車 在加速做休息的男主 不可以走出來 被變形的車體睡著的 大手倒下的聲響 他們去民眾注意 看到恐嚇的一步 車來要傳出有人發覺的聲音 二十八十一求報案 該市上夾走的報案 也想派第一大隊的 在我們分隊 叫做啟菜車 以及救護車前往 救護人員到達時 發援男主睡覺在加速座 意識清楚的到時 在車來休息時 突然一頓恐風 在大手倒下 第二起車車頂 因此睡覺 到達現場發現為一輛自小客車 剛好被一顆倒塌的路數 壓住他的駕駛 是上方的車頂 導致他的車體變形 然後一名五十一歲的男性駕駛 受困於車內 經救護人員評估 該傷者意識清醒 表示沒有受傷 只是因為車體變形 導致他無法脫困 那經搶救人員發現 車體的後排座的車門 是仍然可以開啟的 我們協助將他的椅背後放 然後將受困的傷者 協助順利救出脫困 那該名傷者表示 他將車輛停在路旁 稍作休息 然後突然有一陣強風 把路旁的一顆樹吹倒 剛好壓在他的車頂上面 那他表示 因為也沒有受傷 所以不需要就醫 現場交遊員警 及相關單位處理 路上倒塌 也有當附近的電線 經客人的環境 無處電的疑路後 救助人員協助上者 為車後面脫困 上者表示沒有大礙 該死相局提前民眾 近來的天氣炎熱 後後容易有雷鑿駛 協助共鑿駛的行程 外出應主義環境變化 若突然天氣突然變化 應提高的經驗 依比及時歡迎 不能因爲一時均衡 他造成受傷 新新聞電話 從王秀山跟他一起 採訪報導 親愛的鄉親和朋友 大家好 我是永媽市長 黃敏惠 加基地區水情嚴峻 面對缺水遺跡 讓我們一起從生活中解水 我們可以從澳澡改為淋浴 用擦車來代替洗車 洗手搓揉香皂的時候 記得要先關水龍頭喔 洗米洗菜的水 還可以拿來澆花 養成良好的解水習慣 解水省荷包喔 51 1 2 으 1 1 2 12 2 sme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